1 2 3 4 可能我真的太久沒有對鏡頭說話 有點緊張 首先跟大家說一聲不好意思 知道的 收到的 車房仔的頻道 我想有9個月沒有出過片 其實有原因的 為什麼不出片呢 不是我們沒有拍攝 其實我們有拍攝的 大概還有好幾條影片 是存在了 但是我希望做一些高級的事情 希望做一些以摸一身的事情 所以過往的手法 我明白很多人想看 其實你們的反應是很正面 但是我認為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 會更加好的 所以暫時叫停了出片 暫時選擇了不把這片放上網 但是沒有辦法 現在有一件事不能不出的 就是現在有10月了 我相信你們明白的話 你應該知道我想說些什麼 下一個月又是澳門格蘭Pay大賽車 真的不覺得不覺得這樣有一年 去年我們去澳門拍攝參加比賽的過程 第一天一直到最後 最後第二個回合 經歷了被人DQ了 取消資格 說我因為車上有Turbo的問題 懷疑我值此有一個優勢 其實我大概今年2月3月的時候 已經有在第二個頻道說過 很多人都會想問我 究竟事情發展是怎樣的 最後我現在再在這裡自己說多次 最後我們在香港做了上訴 做了一個批評 我們亦去了律師樓 做了一個類似一個 court形式的一個視像的meeting 商討這件事 最後一個賽會 都是在12月上年的聖達節之前 就選擇了reject了我們的批評 而其實已經經過了這件事之後 其實回到香港 就已經個人沒有那麼生氣 亦都明白遊戲規制是怎樣玩 不覺不覺 今年呢 為什麼我今天會選擇拍影片呢 就是我想透過這個頻道 去再一次感謝你們的支持 這一年入面 其實我想我經過了去年的比賽之後 有很多不同的車迷網友 學生 甚至乎是小朋友 都給了很大的鼓勵我 甚至乎直接DM我 帶了很長的一篇東西給我 去支持我 這些我全部都有看到的 多謝你們 不過呢 過去的呢 已經過去了 今天 特意要拍這條影片 再上網給你看 的原因是什麼呢 我們出去 好了 剛剛我們說了 有一件事我們不可以再拖 究竟是什麼呢 就是它 對 又是它 今年的澳門賽事 我又會再一次用同一部車去參加同一個比賽 希望再一次做一個好的成績 但是今天呢我覺得 為什麼我會說 很想利用這個頻道去跟大家說呢 今天想做一件特別一點的事 其實早在2020年一開始的想法 但是當時我覺得 當時又沒有這個能力 但是經過了去年的比賽之後 很多人都說很想去表達好支持我 原來很多人都仍然有留意香港賽車 所以 今年呢做一件特別一點的事 剛剛我說到呢 有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就是呢 我會將 今年這輛賽車的這個位置 這個頭襟 整件 我會把它做一個二賣 形式會是怎樣呢 就是我會把頭襟分成500個格子 大概500個格子不大 可能只有這麼大左右 那這500個格子呢 你可以寫上你自己的名字 或者一個很簡單的一個簽名 其實真的主要是一個心意來的 但是呢 最後這個頭襟 所有那500格的位置 所有的錢 沒有行政費的 全部的收到回來的款項 都會全數捐去兒童癌病基金 還有捐去無手救援的 那價錢呢 價錢呢 就會是100元至1000元 那這個範襟呢 其實是考慮了 可能有一些 甚至乎小朋友 也都可能是有一些成年人 你有錢的 你有能力的 我相信一個普通的市民 要拿1000元出來 去做一件善事的話 其實是絕對不難的 那同時間 在這個範襟裡面呢 也都是100元 可能你是一個學生 沒有工作能力的 沒有去賺錢的 但是你都想支持 你都想去做 就是不會因為你避得少 和避得多 大小上面有任何分別的 因為我希望公平地 令到可以有更多不同的人士 都可以參與到 300元或者樓下的這個心意呢 最少的100個名額呢 是300元或者以下的 那這個WingTree 我特意想出來 是希望給一些學生 讀書的你 去做的 大家可以想想想 其實如果 我們真的可以收齊 有500個人的捐款 打一個中間位 打一個中間數 如果500個人 有500元的話 平均數 其實是可以去到25萬的 那我相信25萬 絕對不是一個小的數目 同時間我亦都希望 藉著這件事做到一件善事 亦都可以令到你們 有更加高的投入程度 你可以想像的就是 你這輛車你都有份 不過你不是實際 你支持我去賽車 你是將這件事化做了一個 善心 我幫你去捐給兩個 不同的團體 那這件事就是 我認為很有意義 很想去做 亦都同時間希望 藉著這件事 可以有更加多人留意 香港的車手 香港的賽車的資訊 亦都希望做大一點 個餅 令到多些人會留意 我相信 無論對於我來說 或者對於其他所有 喜歡玩車的這個圈子來說 這件事無論如何 都是win-win-win的 沒有一個反效果的 以上的事就是我今天會拍這條影片的原因 好了 說了這麼久 這件事究竟怎樣去執行 這次這個活動 就會利用轉數快 我相信轉數快 香港人沒有什麼 哪一個不會用的了 現在 你首先 你用利用轉數快 就把你自己選擇的 一百元至一千元的線款 捐到這個號碼 OK 然後呢 你在轉數快下面 通常會有一個備註的訊息 在備註的訊息裡面 就寫下 你自己的傳名 以及你捐了 捐那個款項 的那個總共的數目 然後呢 過完數 給我們之後呢 就cap watch photo 就是完成過數之後的那個幅圖 那第二步 就是在一張白紙上面 簽下你的名字 你想在頭項上面顯示的名字 或者是你的簽名 你可以選擇你自己寫完你的全名出來 又或者是你平時的簽名 也可以 那之後呢 都同時間WhatsApp 我們的這個號碼 那接著呢 我們就會收到你的捐款 以及收到你的名字之後呢 我們會回覆一個數目字給你 就是代表你是第幾位的朋友 我們已經收到接受了 我們會回覆你的 那接著我們的上限呢 就是五百個人 我應該沒有說錯了 是吧 沒有說漏 那如果我有說漏的話呢 我們會在這個影片的description下面 會再詳細說一次的 那大家都是看回那個 我怕我自己有些什麼漏了 我希望啦 藉著我今年再去澳門賽車 這件事可以做到一件有意義的事 也同時這件事 希望可以提高到大家的投入程度 可以幻想的就是 你的名字 是會跟我一起 在東環跑道上面比賽 那儘管成績最後會是怎樣 或者是好還是不好都好 我都覺得這件事很值得去做的 那我希望支持我的你們 又或者是支持 不一定支持我都好 反正你是想參與多些 香港賽車的活動 或者是 令到整個生態圈會更加好 會更加多人去留意 那希望你們都會去參與 那麼有意義的事 我就剛剛已經大約講完了 那麼 不斷意呢 都要再講一下車的 我今年呢 會再用上年的同一輛賽車 去參加比賽 那這輛賽車呢 據我所知 基本上我去年開完之後 那我就運走了 給別人 那到現在呢 其實一直都沒有再參加過任何比賽 都是擺足了差不多接近一年的時間 那直至到9月中確認 我們會再去參加比賽的時候呢 那才再運回來 那我今年呢 沒有和你們去提車 沒有拍到和你們一起去貨櫃 因為實在太多 有其他東西要去處理 那再加上我覺得上年已經拍過 那我就沒有去再做了 那現在的車在這裡呢 就做一些整備的工作 我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的了 就是 這輛賽車呢 是整輛和上年所有硬件 軟件 設備上面 都是和上年一樣的 同一輛車 同一輛引擎 同一個渦輪 同一個渦輪 同一個波箱 那我希望可以用這輛賽 再一次去參加比賽 也儘管看看最後的結果會是怎樣 那 不過回來的時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輛賽車升高了 那為什麼呢 就因為發現原來發覺 死兵器打了 不知道究竟是上年已經打了 還是其實 鬥完之後才發生這些問題 那所以呢 現在的車呢 你可以看到其實這輛賽車升高了 拆了死兵器出來 那也去了做保養 做一個review 那做完我的review回來之後呢 那我們就會再一次把車放上馬力機 再檢查一次的power 另外除了power之外 可能是波箱 因為同樣地 都是因為不能試車 甚至乎今年是完全 一輛賽車都沒有上過 一場比賽 一個圈都沒有兜過 那所以 盡可能希望在澳門之前呢 參考上年的模式 盡可能測試到多少 可以多少 不過 都有一件好處的 就是因為經過去年 我已經開過這輛車了 我都還有印象的 今年過澳門之前呢 都會有少少在設定上面有少少改變 那希望這輛車今年可以 比起去年好駕駛一點 因為去年如果大家有看到比賽的話呢 都可以發覺到這輛車其實 都跳得比較厲害的 那所以今年 在低淡上面的設定上面 都會有改進 希望一起順利 那今年我們仍然會 跟你一起拍下我參加澳門的過程 這件事就是可以先出的 就撇除了我剛剛 在房間裡面說 在車房仔的這個內容裡面 想做一些比較更加高級的事情 但是澳門賽車的這個Vlog呢 這個過程呢 我們仍然都會拍下 和大家分享的 那 好了 今天的影片呢 大約就是這麼多 再一次希望你們可以參與到這個慈善的活動 把這個善心宣揚開去 做一件有意義的事 那我就很感謝你們了 拜拜 內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